唉,好窮啊 這句可以說是不少年輕人的口頭禪 領大政策研究院、文化及發展中心 早前與超過60位18至29歲全職青年進行兩輪訪談 全部月入不夠兩萬元 其中在第二輪訪談中 致應貧窮的人有四成多 大部分認為人工太低和工作不相稱 研究團隊又收回超過400份問卷 絕大部分有全職工作的受訪者認為 最低工資由每小時三十七個半 加到四十元,是加得太少 要滿足生活開支水平,七十一個六才夠 現在用最低工資乘回每月收入水平 其實分分鐘是,不是分分鐘 實質上就是低過中緩和直進 最低工資或者這兩項政策 其中一項一定是過低的 否則你怎樣解釋最低工資其實是低過安全網呢 那麼最低工資是為了做甚麼呢 這樣多少才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水平 他們很骨弱而同 無獨有偶 會覺得最低工資的時薪 至少吃到一頓飯 一頓飯不是每次都要他吃兩頓飯 就是三十多元 覺得都很不健康 他們建議政府將低薪工作從業員加入最低工資委員會的成員名單 並由每兩年檢討水平改為一年一檢 以及重啟標準工時立法程序 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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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